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不只是单独给一个人送 因为前辈都挺照顾我的 可是我总感觉他控制不好那个尺度 你就怕他跑了呗 对 好 第一层叫 因为你的工作原因我怕你跑了 还有啥毛病 还有我就觉得他工资有点低 然后我就想着说要不然换个工作吧 他就不乐意了 怎么说也不听 我就觉得我这工作挺稳定的 再加上前辈也挺照顾我的 他就一直想让我换工作 那次我俩吵架失踪了一个礼拜 我当时想着说怎么跟他说也没用 然后我就说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俩谁也别理谁了 我就更不在你身上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未来 不是要什么希望 要什么未来啊 因为我希望他为我做出一些改变 就是按照我 按照我希望的样子去改变一些 对 就是我觉得他活得就特别累 他总说我在家有个三大爱好 就是盘盘盒头 喝个茶 然后晒太阳 然后他就非得想让我在这个时间 然后跟他一起坐坐兼职啊 发发传单什么的 本来我就很累这个工作 我少的是 我们平时也没有太多时间见面 下班时间没事干的话 我们俩一起做个接职 然后他还能多陪陪我 不是一起喝喝茶 不也挺好的吗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好的青春嘛 应该多拼搏一点 多赚点钱 我是这么想的 不是人家不是在医院里面挺拼的吗 护士都不容易 他那个上班的时候需要脑力高度集中啊 可能是我有一些工作狂吧 然后我就想的是说 把所有的世界都利用起来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 因为他呢 就是主持人 其实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打我的脸 下面他说什么 我绝对不帮你说 行你理解他 你说你理解的啊 我闭嘴 来你说 其实我也挺理解他的 就是因为他呢 重组家庭嘛 他家里人没给他太多的安全感 然后他呢就想一直怎么用自己休息时间去赚钱 但是我不想这样你知道 我就想我在休息时间里 我自己做点我喜欢做的事 我是觉得他那个父母给他把房子买好了 然后他就没有那个努力的动力了 好爱于卸照 就是多玩一会儿 多休息一会儿 就老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太上进 我的妈呀 我还不能说 我一说他又理解了 我不说了啊 还有啥问题 就上次 他呢 就店主给我盘了四年的核桃 给我卖了 卖了之后买买书 买杠铃 买点健身器材 你说我一个天天举核桃的人 让我赶上举亚铃了 我是这么小的 我是说他那个盘核桃嘛 浪费时间也没有意义啊 我就说你那个报个班 然后咱们学个技能特徴的话 提升一下自己嘛 其实我觉得盘串啊 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慢性投资啊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这个爱好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学一些那个技能特徴什么的 然后多看几本书 你接着说 其实我也很理解 说呀 我本来想怼他两句 算了吧 你都不让我 我接受 还有什么 我也不帮你说 这事我确实不理解 所以你要跟他讲啊 闻完最难玩的 就是把玩剑里面最难玩的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核桃 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第一是核桃难盘 第二是核桃易坏 对 第三因为难盘 所以老要在身上戴着 容易丢 那个是最磨人性子 你看着就是盘一核桃 实际盘的是一个性格 咱做一件事之前 你先了解一下 没卖吧 没有 卖了 这跟你急 总说我为老先说 有时候像个老头一样活的 这是你的一种 生活方式的选择 就是我就干好 我的本职工作 我比较喜欢 我安于现在这种状态 对吧 好 接着说 还有什么冲突 我觉得呢 他就是比较朴素一点 也没几件好看的衣服 然后呢 我就想把他变得更漂亮一边 出去见个朋友什么的 也比较有面子一边 那天领 领他去商场 本来一个 我觉得挺开心一个事 两个情侣去商场 我当时他就不知道怎么了 就直接生气了 看上一件大衣 自己把账结了 然后就给我撂 撂商场里了 我是觉得吧 我有几身衣服画着穿 其实就够了 没有必要 我这也知道 他肯定是一番好心嘛 但是我又想着说 你说一个人的魅力 怎么能光解在衣服身上面呢 肯定是要看他的内涵呀 他老是说 多买几件衣服 然后我就在想 是不是觉得我太丑了 不好看 你在我眼里是最好看的 但是我想把你变得 更好看一点 想给你买衣服 你就像我情人节 给你买的那些口红 买的那些护肤品 给你买完之后 他就从来就不用 然后我就心想 我说是不是你不会用啊 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自己看看 刷刷视频啊 那种的 我还自己特意学的化妆 然后我店上心想去教他 教他怎么化 然后他就当时就急了 就说 你说我化妆 难道是为了取悦你吗 你自己一脸坑 你怎么不去治治痘呢 我是觉得吧 我父爷就挺有自信的 然后我这么多年了 我也其实习惯了 他们一直让我化妆 我就在想 我说 这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呀 我自己觉得这样 就挺好的呀 你非得让我化 青春节为啥送你礼物 就是我朋友啊 什么的 他们也有男朋友 都给他去送 我觉得别人有的 你也得有 最开心的就是 我送你礼物那一刻 然后你用上了 但是我感觉 这钱花的心 挺没必要的 我是想的 以后再花也不迟 用在你身上 我觉得那就是值得 就上次 我刚发工资嘛 准备想换一个 好一点的皮带 本来买完之后 我挺开心的 到了回家之后 就说我 你又乱花钱 我这个生气的 不是因为他乱花钱 是他在医院里 老跟那些护士小姐姐嘛 就是每天 聊这个聊那个 然后护士小姐姐说 哎你买这个吧 他就哎 我也买这个水波逐流一样的 然后呢 又走得那么近 我是因为这个又吃醋了 没有走得近 山西人就爱吃醋 人家承认啊 我又吃醋了 哈哈哈 阎老师特能体会吧 就是那个山西人的那点 吃醋的那个劲 你看阎老师看 哎呀 我们山西人就这样 那你老乡 老师好 山西人都很朴实 我们听到了 女生朴实的一面 这就没什么事了吧 还有呢 还有呢 因为他呢 是一边实习 然后一边做兼职 然后呢 我就不想他太累了 我呢 就是脱家里的关系 给他找了一份 就是五星酒店的 一个高级销售 赚的工资 也比他现在高 而且还特别轻松 到了他那之后 他永远不了解我心意 当时他说我 最难听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什么 啃老拼爹 我是说的 我自己的工作 我可以自己找 然后也没有必要说 靠他爸爸的关系 然后我又想着 如果靠他爸爸的关系 到那个时候 如果我没干好的话 不能给他的父母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然后如果说 那我不是不想 让你这么累吗 如果我干得好的话 他就说 你还不是 沾了我爸的光吗 你有什么可得瑟的呢 然后我就说 还是靠自己吧 好好好 我是你男朋友 你总是 以这种说教的方式 去说我 我给你的 你都不想要 这个歌词好 放在他们身上 太那个了 去过你家吗 去过几次 然后过年 我就说请他回家 跟他说完之后 一开始特别开心 然后莫名其妙 我就不累去了 看我不想去了他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过年的时间 工资不是挺高的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打点零工吧 然后我就说 不去他家了 再一个主要是因为 我去他家的话 我怕会说 看他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 然后我又感觉 好像自己是个外人 到时候我又想 我自己的家了 又会哭呀什么的 然后我又怕 影响他父母的心情 哎呀 这姑娘心思 蜥蜴的又 去没去啊 没去 后来咋过的 春姐回家了 后来那个 刚好就是 我有那个合作伙伴嘛 然后就说 刚好过年 一起热闹热闹的 然后我就说 那就去吧 然后我就去了 结果他就误会了 生气了 男的女的 有男有女呀 就没去他家过年 对 跟同事在一起过的年 对对对 你说过年三十 你就是我爸妈 已经拿你当亲闺女看了 你这么见外呢 你这就是永远 活在自己的思维里 所以下面问题就来了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是提想和好的 因为我知道他体爱我的 一直在为我着想 可能就是我有时候吧 不太理解他 然后没有理解他的好意 你是来向他求和的 对 你们俩分开了 老吵架 一直在闹矛盾嘛 然后我就是还挺喜欢冷战的 但是你想跟他好 是吧 对 你来就是想跟人好呗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挺纠结的 就因为每天都吵架 其实我想我想分手 但是也不甘心 不甘心啥 就是我的付出 我把我认为 我最好的都给了你 然后但是 他永远感觉不到我的心意 以一种就是说教的方式 去说我 我是觉得吧 他做一辈子护士的话 可能不太好 因为我对他的期望 其实挺高的 你期望他做什么 我是期望他以后 能做一个大老板 事业有成嘛 那做个护士长 不比做大老板厉害啊 那你干嘛不找个大老板的姑娘 行这是第一 第二还有啥愿望 其他的话就是 我希望他能听我的 就是可以有一个 如果你是错的 也要听你的吧 那倒不是 但是我都是为他好呀 一般都是对的 就是他喜欢的 你让他改 他热爱的 你让他放弃 从哪个角度说 是为他好呢 可能我的想法也有些 嗯 好了这不重要啊 姑娘说了 我想跟你求和 小伙子说 什么和不和的 我很犹豫啊 我不甘心对吧 对 我为什么把我认为 我能给的最好的都给你 还留不住你的心 或者让你是这样一种 对我的方式 对吧 嗯 来吧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 我们常常说有一句话 三观不和 什么是三观不和 既不喜欢别人的 还嫌弃别人的 还觉得别人的都不好 这叫三观不和 嗯 而真正的三观和什么 你有你的喜好 我尊重 我有我的喜好 你也尊重 我可能不接受 但是我尊重你 去做你的事情 因为大原则 不破坏家庭 他没有因为玩 而丧失掉过度的家庭 或者工作的责任心 那就没问题 所以男生 你既然知道 我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觉得很压抑 我觉得很痛苦 我们两个很多观念 扭不过来 你同时其实跟他在一起 恋爱一年多 你也知道 你的女朋友 可能就是很脆弱敏感的 他可能有过去 受过一些家庭的创伤 有可能过去 对于一些情感关系 没有那么信任 他就是那种敏感的人 他更需要你细心呵护 但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明确告诉给他 不好意思亲爱的 我真的做不到 我可能就是大大咧咧惯了 我可能就是喜欢我的工作 可能对于我来讲 一辈子我就得要在护士岗位做 那就是我的喜好 你不能剥夺我的喜好 明确反而不会伤害爱情 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负面思维太重了 你说他带我去买衣服 难道他是嫌我长得不好看吗 他给我买化妆品 难道他嫌我素颜不好看吗 你感受不到别人对你的爱 所以你只会用负面的信息 来去评价别人给你的爱 同样对于过年来讲 他希望你过年回家 跟他的父母在一起 你感受不到 你害怕你破坏关系 为什么害怕你破坏关系呢 因为你不知道 怎么跟他以及他的家人相处 同样对于你男朋友 跟你介绍工作 你说的是 我害怕把工作搞砸了 一个真正有自信的女孩 反而会觉得 无论我在哪个岗位上 我都能做好 因为我的目标是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我不会害怕的 只有内心很自卑的人 才会觉得 我做不好 我会给别人抹黑 因为你不去解决问题 你只要求别人 必须听你的 如果一个人的负面思维太重 他无法得到 他想要的真正的爱情 所以既然两个人都没有办法 在很多观念上融合 路如友好分开 反而能够对这段爱情 做一个完美的结局 女生你拼命努力 打工啊 什么兼职啊 去赚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生活 什么是好的生活 我理解的就是安居乐业吧 他没有安居乐业吗 可能 他挺安居挺乐业的呀 住着房子 舒舒坦坦的 晒着太阳 盘着核桃 有自己喜欢的 乐在其中的工作 他已经实现了安居乐业啊 但是可能我对他的期望 还是有点高吧 所以那是你的问题啊 其实无论是我们 努力拼搏奋斗 想成为贡献更多 社会价值的人 还是说我安居乐业 在家就享受晒太阳 盘核桃 把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好 没有对错 自洽是最重要的 你始终在一种焦虑的 茫然不知所措的过程中 想要去寻找自我 那是找不到的 他是当大老板的料吗 他不是啊 如果你不改变这个状态 你和谁谈恋爱 都会不开心 如果他现在真是那种 拼搏努力 把所有的时间用来 什么赚钱呀 提高自身价值 你又会说了 你不赔我 你对我不在乎 你对我不好 你还会有焦虑的 这种反应呢 所以你的重点 不是谈恋爱 你的重点 是让自己的心安稳下来 所以我不建议 现在过分的关注度 在对方会怎样 而是去成长自我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些人 他的内心就是舒缓 因为你一直过着 有依靠的生活 有一些人的内心 他就一直交过 因为他过的是 没有依靠的生活 没错 对不对 这就是原生家庭 带给我们东西 所以他一直在追寻安全感 但问题在于 你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 就像什么 就像温室里的花朵 遇到了一个野外生存的人 两个人都没有办法 去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 你们之间的困扰 来自于这个地方 你能理解吗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 向下生长的人 他是向上生长的 所以你在看待 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灰暗的 因为你在努力地 往下生长 你在躲着幸福走 当幸福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去给它设置各种障碍 因为你害怕这个幸福 我今天接受了 它是我的 然后突然之间 有一天我失去了 你没有办法 接受这个失去 如果你迟早是要失去的 还不如我从一开始 我就不要了 你的潜意识里面 给它设置那么多的障碍 你明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 给他那么高的期待 就在于你想逃 你真的寻找的是安全感吗 不是 是你永远没有办法 浇灭自己内心的浇躁 你在寻找一瓢水 你在不断地指使它 在给你找水 但那个水是找不着的 因为你内心的浇躁 不是任何的水 全天下所有的水 也没有办法给你浇灭 所以你要我给你们两个人 建议的话 我的建议是 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生活场景 然后看一看 能不能达成一致 就这样 其实我也挺怕无趣的女孩子 就是把生存 仿佛当成了头号大事 因为对于你来讲 其实生存并不是头号大事 你反对男朋友喜欢的那一切 因为那一切好像看上去 跟生存无关 那一些都是一些 玩物上智的东西 在你看来 而你男朋友 哪怕想带你买个口红 取悦自己 打扮自己嗝 你也都会把它上升到 这是男女不平等 女人为什么需要 涂个口红取悦男朋友 这一类的想法上去 这样的你其实挺 就是挺无聊的姑娘 在年轻的时候 你其实应该去 拥抱一些好玩的东西 让自己的世界 变得有趣一点 不要活得那么紧张 在整个前半场里头 我都没有对你有任何的问题 直到是最后 导师快要发言的时候 你加的那么一句 就是你希望他将来 要做一个大老板 这一瞬间就改变了 我们所有人 对你的一个基础判断 他为什么能变大老板呢 他变大老板以后 为什么要你呢 以你的性格 涂个口红都说了 我不要取悦于你 那么大老板的他 必然也得和大老板的你 才能够平等地待在一起吧 你有大老板的能力吗 年轻有的时候啊 我们会做梦 我们会觉得不甘于这样 不想过一眼就看到底的日子 你跟他在一起 你也会害怕说 是不是一眼就看到底了 我还想你能折腾出一点波澜 但有的时候 我们害怕的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抓住的 最好的东西 而你自己想努力 够着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有钱 比如说大老板 可能是你真的够不着的东西 比你年轻 比你漂亮的人 比比皆实 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漂亮的面孔 而有趣的灵魂 你碰巧没有 所以即使给你放在了 一群大老板的圈子里头 你也没有办法 跟别人顺利地聊上天 但你的男朋友可以 他可以跟大老板聊盘核桃 他可以跟大老板聊 我们怎么去喝个茶 他甚至可以跟女的大老板聊包包 因为他有趣 所以今天我都不想再纠正 说你们的恋爱观什么的了 就是你自己得调整一下 你的生活状态 想要让自己过得好 那你得自己人为地 给生活加点糖 你得让自己甜起来 其他的爱情能走多久 那随缘 我挺替你活得累的 人可以做自己的梦 但是千万不要让别人 帮你去做梦 我看到你最大的问题就在这 你自己有一个梦想 你非要让这个小子帮你去完成你的梦想 那你就错了 你应该完成自己的梦想去 你说我想让你变一个大老板 那你应该努力学习啊 你去创业啊 你变成一大老板啊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你呢 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面 优渥环境家庭里的人 无罪 生在一个原生家庭不好的状态里的孩子 也无罪 不要活在那个阴影里 不是说我掏心掏肺的 把我认为的好都给你 那就是给予别人好 有的时候这样会把别人吓跑 明白 其实挺好的养个孩子 这挺阳光的 你也不能说他躺平 这可不叫躺平 就是在本职工作里面 踏踏实实地干 本本分分地干 这真的不能叫躺平 好好盘核桃啊 多学一点 让生活变得有趣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五 其实我觉得老师说的也挺对的 但是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过得太累 因为我明白你最后给我的可能是一个家 但是我觉得现在把咱们变成了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消除了这么长时间 其实也是有感情的 老师说的也挺对的 我觉得我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点 然后我其实还是挺希望和你一起走下去的 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事情我做的可能确实不对 我把生活过得太累了 然后给你造成了很多困扰和负担 我觉得我以后其实可以去改掉这些缺点 让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你觉得呢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谢谢你 请回 小空老师做个预测吧 男不出女出 我也是这样感觉 男不出女出 我觉得出是肯定两个人都出 然后女生可能是觉得这是离他 他离幸福最近的一次 所以他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抓不住 但实际上这个幸福并不适合他 我想告诉他的是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们分手了 你千万不要因为此而认为你自己不适合幸福 只是你不适合这一种幸福而已 双初吧 我觉得女孩够聪明 也许有的时候能被点通一丢丢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因为他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 就男生舞台上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你 却换不来你对我的好 有什么话要跟他跟自己 跟这段感情说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次确实挺可惜的 然后我老师们说的也挺对的 可能就是因为我性格方面不太好 然后给他遭了很多困难 负担 然后我就想我以后能把这些缺点改掉 然后生活上面也积极遥光一点 不要再活得这么累 然后还要就是喜欢我的男孩子 还这么委屈 所以这是挺遗憾的 我很想跟姑娘说 不是你性格不好 每个人都会有成长在跌坑的经历 年轻的时候就是拿给我们跌坑的 因为避免我们老了跌更大的坑 所以不是改你的性格 而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待问题的想法 我希望你能够做到的就是你想要学习 学习就是告诉给你 遇到困难想解决办法 而并非消极地往后退 退肯定不会让你得到幸福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刚好经历这件事情 反而能让你未来获得幸福 我是想跟女生说 其实你本来就很美好 你要看见自己的好 告诉自己 我也值得拥有一份美好 你只要放松一点 其实一切美好的东西就在你的身边 请放松 爱情是一种双向奔赴 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双向奔赴 你和它是走在两条幸福的道路上 所以你得去找一个和你在一条路上面奔赴幸福 我就挺喜欢你的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自己有的时候活得有一点拧巴 没搞明白很正常 但是聪明的你会知道 怎么能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好起来 像刚上场那样笑一笑吧 你会很好的姑娘 这女生说了两个词 可惜 最后说了一个词 叫遗憾 大家掂量一下这两个词之间的这种分量 我觉得就是值得拥有 挺优秀的一个孩子 如果你不优秀 又怎么会吸引了他 让他对你那么多的付出呢 所以要自信 开心地走下去啊 谢谢你 请回 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出现了问题 而错过 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都值得拥有 属于他们自己的性格